将去被完成的这个影像 就那个蝴蝶 把它缩小到90% 放置在右下角 OK 然后并设定什么呢? 涂层 这个涂层 其实涂层混合模式的话 其实就涂层样式里面 可以做一些调整 然后改成强烈光源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也是一样 前面我们做过这个 把它怎么样 再做一个 那其实很简单嘛 如果你要再做一个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按右键 可以把它复制涂层就好了 那涂层名称叫什么? 如果你不想取名称的话 你可以就用原来的 当然如果你要给它一个名称 因为题目 假设这个证照考试 它没有要题目 那你可以什么? 你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蝴蝶鹅 OK 好 那你会发现 它复制的那个涂层 就会放在上面 那如果说你现在移动它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移 你移出来 它就会把这个蝴蝶又飞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将来 是不是说你也可以做一个主题式的 就是比如说什么? 猫猫虫到蛹 到蝴蝶飞翔 可以怎么做一个什么? 蝴蝶的生态 有没有? 然后你可以在网路上找一下 有没有猫猫虫 从猫猫虫 然后再到蛹 网路上找 应该也有蛹的图 你把那个图 然后旁边放一棵树 然后绕一圈 蝴蝶就飞起来 可以这样把那个 类似这个 然后主题也许就是什么 蝴蝶的生态循环之类的 OK 可以做一些变化 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做出类似的 这个题目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题目要是把这个做成百分之九十 那百分之九十的话 基本上 请我看一下 这个例话要什么 先缩小百分之九十 不过他应该要把它翻转回来 所以其实应该怎么 把它转回原来的方向 所以应该怎么 把它编辑 转 所以应该是 这更正一下 应该是 他意思是说从这边在抠过 所以这个把它先删除 这个把它删除除成 然后应该 意思应该是再把这边这一张Ctrl-C 然后再贴过来 等于是从贴一个 把它贴一个贴过来 就这一个 这样子来移动 应该是比较 再来就把它缩小Ctrl-T 缩小的话 我刚刚提过Ctrl-T就是可以任意变形 那如果说你要大小都维持百分之九十的话 记得这个锁了 锁起来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九十就好了 这个锁起来 你改这边 这边会跟着联动 如果你没锁边的 你要改两次 打勾 然后移动到哪里 移动到它的右下 位置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完成的图 位置应该是在这边 试把有点下去 再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它要什么 要一个强烈光源 这个强烈光源怎么做 各位注意 请各位注意 强烈光源的效果 可以从几个地方 要不就是你点它两下 图成样式 里面可以改 要不就直接从上面这边 图成的地方 然后去修改什么 点下去 这边应该有所谓的强烈光源 在这里 点一下 OK 你会发现强烈光源之后 它有点像半透明的 然后背后的字好像就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效果有点 但是好像又跟完成的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完成的好像它会有一个遮瑟片 这个遮瑟片我们还没做 OK 你就大概先完成到这里 待会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什么 把刚刚另外还有蝴蝶这两个字 把它放过来 不过放过来的话 你会发现有几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 第一个 这个蝴蝶 它原来是黑色的 那要把它改成黄的 第一个 第二的话 背后要多一个像这样的阴影效果 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其实不是笔画 不像上个礼拜那个笔画 OK 而是什么 有点像之前我们做过宋春 宋春的话是在后面多一个涂层 白色的 上面是黄色的 然后下面那个涂层会比上面来的 有没有 宽一点点 大概这个宽大概三个像素 有没有 大概三个像素 然后另外里面这个字 有个阴影 阴影不是在这边 而是在里面 这个叫内阴影 外面叫外阴 就是阴影 OK 所以要怎么把蝴蝶这两个字给做出来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刚刚这个部分先做完 再想想看 各位把蝴蝶部分的这两个字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看一下 接下来就是要做蝴蝶 这个效果怎么做 首先当然它这边可以分几堆 第一个就是把白色变成黄色 OK 第二个的话 把后面这边做一个底 第三个 把这个黄色的地方变成所谓的内阴影 题目里面应该有交代 我看一下这边题目里面有没有提到 它这相关的设定 第一个就是 它要什么 先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 它说上层色彩是这一个 其实有点像白色 有点像黄色 然后在下层的话 将其影像扩张三个像素 填入色彩为白色 所以特别说 上面是这个 这个是黄的 下面是白的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 它要扩张三个像素 所以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的话 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个先切到这个 那怎么样把它变成黄色 第一个我们先把它变 那黄色的话 就是要跟之前那个宋春很像 把这个黑色部分选起来 那选的方法最简单 我建议各位直接按右键 刚刚是点两下这个 有没有 不是点两下 是按右键 右键的话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选取像素 这个我像我们之前做了蛮多地方 如果你要选什么 选这一张图里面 同样的都是有像素的地方 就是指的是黑色部分的话 你可以用选取像素 这个时候它全部选起来 这个选取的方式最快 但如果你不用这个选取方法的话 你可以取消选取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用快速选取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你如果快速选取变成 你要点这边 它这边变成有些选到选不到 反而没有那么好选 把它取消一下 或者你可以用什么 魔术棒工具 魔术棒工具可不可以 请你点一下 这边选到了 但是你可能还要再加选 因为你要选好几次 这边可不可以这样选 有啊 可以选三次 但没有像刚刚那么快 还是可以 可是没有像刚刚选取像素这么快 所以选取方法好几种 你可以用最快的这边点两下 按右键选取像素 选完了这个应该是最快的 好那再来做什么呢 把它填不一样的颜色 编辑里面有个什么 填满 这个好像前面我没有做过 填满什么颜色呢 它让我选颜色 颜色部分的话你就会使用什么 颜色 然后给它题目要的颜色叫什么 2552032 所以这边的话输入255203 这边输入2 有点像是黄色的 这个颜色按确定 好再来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颜色又填上去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特别注意就是 我要怎么样 现在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把它取消取消选取的话 那它就怎么 它就会变成有黄 可是问题我现在要什么 这个黄色的字背后要有一个 三个像素 比它还大三个像素的一个白色的底的话 该怎么做 接下来有Ctrl 我自己恢复 有选取区 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选取区 特别说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选取区里面 你可以透过什么 选取里面有一个修改 修改里面的话 我要把这个选取区 把它在外面把它变大 变大的话应该是哪一个 应该可以猜出来 扩张 几个像素 扩张三 就是它现在选的位置 全部都把它向外拓张三个像素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向外扩张 扩张 这个时候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把这个图层再复制一次 就针对这个选取区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 名称开 蝴蝶拷费 按确定 它会帮我把这个图层 放到外面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图层 填满一个颜色 填什么颜色呢 这个外面扩张的把它填成白色 所以编辑里面你可以填满 再把它填成颜色 填成白色 按个确定 OK 好 试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扩充被填一个白色 那可是问题它要的 刚好什么 白色要在下面 黄色要在上面 所以把这个图层往下拉 有没有发现 它就放到下面 但是你想说可能没变 其实主要是因为背景的颜色 背景的颜色它是 白色的 所以你看不出差异 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个 假设你要看差异的话 你可以把这两个先 把它先复制好了 选起来复制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这个 这个是PSD02 把它复制到这边好了 这两个复制过来 你可以看到 蝴蝶拿过来之后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效 有没有 因为它背后是白的 贴过来刚好是白的 不过我们现在还没做完 还有哪个地方要加上去呢 最后还有什么 所谓的内阴影 有没有发现 这个里面 有没有 内阴影的部分怎么做呢 最后有个动作 就是我如果要把这个后面再加上内阴影的话 记得呢 请你点选什么 这个黄色图层 记得黄色点两下 把它的阴影 记得不要用阴影 阴影是外面的阴影 我要是什么 内阴影 就里面这个阴影 有没有发现 内阴影效果是出来的 然后再把内阴影的效果 稍微再增加 我印象中它这个要把那个 间距可能要再 看你要不要再调大一点点 有没有这个间距 不过也不能调太大 这个可能就是自己再稍微针对完成 尺寸的话 也许可以再增多 还有这个透明度 如果我现在先不调整 反正用预设按确定 好 然后再把这两个图层 看你要不要连结 这个没有连结没关系 两个一起复制也可以 你连结的话可能比较好处理 也许我就把它两个连结 按右键连结 然后把这两个一起复制 几个方法 你Ctrl C Ctrl V也可以 或者按右键 复制图层到哪里 你刚才想说我要到这个文件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文件的名称 选到这里就好了 那个文件的名称叫 PSD 02.PSD 就是这个 他就把这个图层帮你把它放过去 所以我用复制图层选过去到这里 按确定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过来 有过来 位置对不对 位置好像不太对 看一下位置 过来一点点 刚好这个字就在一个虚虚的上面 所以移过来一点点虚虚的上面 好 这样子 到底上大概就OK了 你们尽量精准 不过 好像有哪些地方不太OK 阴影 它内阴影好像有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也许它有阴影的角度 好像它有点偏 右边一点点 所以 细节的部分请各位试一下调整 越精确越好 下面先黄也各位试一下 好 蝴蝶部分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尽量用理解的 不要用死背 第一个先把颜色先选起来 所以按右键选取像素 第二个填满黄色 第三个呢 在那个选取区用什么 用修改 把它扩张三个像素 再去复制一个图层 填满白色 放在下面 这样子就会成功 OK 这个地方应该是同学最容易卡住的地方 那些同学说 你做完了 那为什么做不出来 只要有一个地方做错 就做不出那个效果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